嗨,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N2的文法 那这个文法呢,它是属于一种口语化的 所以呢,它是在对话的时候都可以用得到的一个文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 好的,那没有开始今天的解说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特曼频道的话一定要订阅哦 而且要在旁边有小小铃铛按下去选择全部通知 这样子呢,每一个星期有更新性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将会是第一个叮咚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以及做一个讲解的文法呢 是何々の何の手 何々の何の手 那这个呢,它其实是很简单 它就和totemo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呢,它是属于那种 就是我们讲的非常之余 然后你是有意外的 就是包括这个情绪是有一种意外的情绪 或者是你觉得惊喜的 惊吓的 也是OK都可以用 它虽然是和totemo 因为totemo我们就是生活中 就算是你的情绪是非常平淡的都可以用的一种非常的用词 但是如果你要表达强调 这件事情带给你就是有出无意料的 意外的 就是 呃,惊吓的 我们就可以在口语呢 去用这个 no na no te 这个文法 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续词 它结续词呢 一般上就是三种都有用到 除了名词之外 因为我们是要有那种情绪嘛 所以第一种呢 常见的就是形容词 意形容词跟na形容词 那这边呢 意形容词的话 就不需要加任何东西 直接加no na no te 然后呢,na形容词的话 前面要加一个na 一样哦,na形容词再加na no na no te 这样子 然后呢,第三种的结续词就是 动词的futsuke 动词的futsuke 所以当然也是依照你的句子的状况 去看它的这个现在是还是过去式 还是否定式的 然后呢,no na no te 这样子 动词futsuke no na no te 这样子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例子部分 大家就会知道 要怎么去用 这个口语的文法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比较简单的 再开始 所以这个呢,大家看到它就直接句子的 它就在那个te,就是终结结尾 然后再加句点 就不需要再好像我们以为的那个te 是要拿来接句子的 其实不需要,就直接完结就ok了 因为它就代表就totemo的意思嘛 所以这个句子呢,它说 就是完全没有做运动 这个是一种减肥瘦身的一个句子 虽然就是说它完全没有运动 但是呢,带给一个什么出乎意料的结果嘛 所以它就说 只是改变我们饮食的习惯 我完全没有运动哦 但只是改变我平常吃的食物 然后做成调整 只是这样而已 然后呢,体重が減るのな no te 那这边的heiru就是fuzuke的动词 就是体重下降这样子 体重が減る 所以它是要形成这个totemo的用法就是 体重降了这么的多totemo 然后呢,带给我就是一种惊讶的 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的事情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heiruのな no te这样子 totemo的意思,大家明白吗 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 你用这个文法的时候是代表 你是没有想到这样子结果的 你就会懂得分量 即时用totemo 要即时用这个文法 totemo一般上我们是用在前面的嘛 totemo嬉しかったです totemo美味しかったです 这样子很简单 運動全くしてないけど 食性が使えただけで体重が減るのな no te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例子 ここのカレーは辛いのな no te全部食べられなかった ここのカレーは辛いのな no te全部食べられなかった 所以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大家也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个情况 ここのカレー就是这家餐厅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カレーは辛いのな no te totemo辛いです 然后呢,也是带有一种就是很压抑的 惊讶的 就是非常的辣 辣得不得了这样子 辣得不得了 ここのカレーは辛いのな no te 全部食べられなかった 就是一种可能性否定形式嘛 就是过去式 就是我没办法把全部给吃完这样子 全部食べられなかった 这样子 食べられない再加过去式的用法 所以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 你要用得不得了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方式 就OK啦 辛いのな no te 辣得不得了 这样子 惊讶的心情 ここのカレーは辛いのな no te 全部食べられなかった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 このバッグは高いのな no te 顔にも変えなかった あのバッグは高いのな no te 顔にも変えなかったよ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あのバッグ バッグ这个是back的意思 就是包包バッグ そのあのバッグは高いのな no te 就贵的不得了 很惊讶 一打一翻开它的这个价钱 哦,吓了一大跳 贵的不得了这样子 虽然很漂亮 自己很喜欢 所以后面我们用这个文法 顔にも変えなかったよ 这个是文法啊 就是 いこうけにも再加できない 这样子的用法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想要做 但是你没办法 你想要 你正有打算要去做 但是できないです 这样子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想要买 但是我没办法买 因为太贵的价钱 一翻开 吓了一大跳 这样子 高いのなので 顔にも変えなかった 这样子的 哦,这样子用法 大家明白吗 このバッグは高いのなので 顔にも変えなかった 好的,接下来呢 是今天最后一个例子了 所以大家可以来 尝试理解 看一看哦 ずっと連絡の取れなかった 息子から 連絡が突然来たもんだから そりゃ驚いたのなんのって 这回字啊 ずっと連絡の取れなかった 息子から 連絡が突然来たもんだから そりゃ驚いたのなんのって 所以这个呢 我们是用这个 驚いた 是动词的部分 但是它是从以前到现在的 一个情绪去做一个改变 所以就说 ずっと連絡の取れなかった 就是呢 没办法取得联络的儿子 息子 这样子 一直都没办法取得联络的儿子呢 突然 就是 来了联络 就是 这个儿子 自动 打电话给我们 这样子 ずっと連絡の取れなかった 息子から 从他那一方呢 連絡が突然 就是 出乎医療的事情 惊讶的事情 惊讶的事情 突然来たもんだから 失措的那种心情 所以 净慌的不得了 就是 啊 那个谁打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是很慌很慌 这样子 那个叫做 驚いたのなんのって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大家可以 就是 把它想象成 其实有很多 你以为的情绪上的用法 像这个 伤心啊 生气啊 开心啊 除了形容词之外 也有很多是 动词的部分 所以 在这种用法呢 你只要记得 这结局 只要怎么变换的话 就OK了 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而且它的意思 也是很简单 就和 とても 是一样的 ずっと 連絡の取れなかった 息子から 連絡が 突然来たもんだから そりゃ 驚いたのなんのって 好的 以上呢 就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个 のなんのって 的这个 口语 的文法 那 希望大家可以 透过这短短的 视频内容呢 学到一些 比较不一样 就是 实用的 文法了 好的 那我们今天 教学视频呢 也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 今天影片内容的话 不要忘记 给我一个大大的赞 然后分享出去 给你所有的朋友 那如果你有没有订阅 TOMA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 你就可以第一个时间 说TOMA 就行动它了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 BOTSKASAMAでした バイバイ バイバイ KARI 就是 轻嘛 重 就是重 那KARI呢 它有另外一种用法的 就是随便的心情 随随便便的 麻麻糊糊 就是 我要养 动物 我就养 然后 犬も猫 可哀想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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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